我比较喜欢聪明的女孩 尤其是穿着明白装虎头那种像我一样 因为呢有些套路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看破不说破 希望女孩也可以这样 但是如果要是我不喜欢的人或是 我会直接不搭理 我不喜欢做主播的女神 因为所有的主播 最终都会招来目的不纯之人 所以我干脆不会接触 做这个工作的女神 我也不喜欢常年健身的女神 因为我可能感觉 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来讲的话 容易不孕不育 我现在想找的另一半 必须又要温柔又要女人 就要有过肩的长发 女生的年龄呢 大我五十岁就可以 因为我感觉 二十六岁二十七岁 这个阶段的女生呢 她会独立 但也会很有主见 你够独立的话 即使我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能解决任何事情 你有主见的话 在我头脑不清晰的时候 能给我意见 并且能想到我没想到的事情 我喜欢那种不做的 最好是有点眼力见的 就像我的前人一样 我们在一起768点 之后分开了102点 她身上就是性格很多 都是我不喜欢的 但是唯一一点 就是她特别聪明 眼的见面也特别好 之前带她跟朋友 出去吃饭喝酒 我就打了个格 她就知道帮我挡酒 你说这样的人 让人挑不出毛病吧 她这一点就征服了我 那我就愿意为了她 改变我所有的喜好 我不喜欢养宠物 但是她喜欢 所以我养了七只毛 我不喜欢吃辣 她喜欢 所以我疯狂吃辣 我可以给她洗衣服 做饭花钱 但是给不了她梦想 所以她去了上海一家 证券公司 做了证券顾问 从今天业力7月初四 分开之后再也没联系